《使徒行轉》 第十二章 就在哪個時期 希律、亞基柏王 開始迫害教會中的部分信徒 他用刀殺了約翰的兄弟雅閣 希律見這樣做 狠能取悅猶太人 就在逾越節期間 把彼得也抓去 將他關進監獄 又派了四班衛兵 每班四人輪流看守 打算如月節過後公開審判他 但當彼得被關在奴旅的時候 教會裡的人迫切地為他祈禱 在將要被提審的前一天晚上 彼得睡在兩個士兵中間 被兩條鎖鏈鎖著 另外還有衛兵守在奴門外 忽然有大光照亮爐房 主的一位天使站在彼得前面 天使拍打彼得的立旁 把他換繩 說快起來 彼得手上的鎖鏈隨即脫落 天使對他說 穿好衣服穿上鞋子 他便照著做 天使又吩咐 披上外衣跟我來 於是彼得跟著天使 離開了爐房 他還以為看得了異象 一直沒發現這是真事 他們經過第一、第二個關卡 來到通向城內的鐵門前 那道門便自動為他們打開了 他們穿過鐵門 走到街上 天使便忽然離開了他 彼得這才圓夢初醒 說 原來這是真的 主猜獻他的天使把我救出來了 沒讓希律和猶太人領袖加害於我 彼得明白過來 就往約翰馬可的母親馬利亞加去 那裡有許多人正在聚集討告 彼得在外面敲門 有個名叫羅大的女僕出來應門 他認出那是彼得的聲音 竟高興得忘了開門 就跑回去告訴大家 彼得就站在門外 他們都說 你瘋了 他卻堅持說 這是千真萬確的 他們只好說 那一定是他的天使 這時彼得還在不停地敲門 他們終於把門打開了 一看是彼得 就都非常詫異 彼得示意他們不要出聲 便向大家講述了 主怎樣領他走出監牢 又吩咐他們 去把這件事告訴雅各和其他弟兄 說完之後 他就往別處去了 黎明的事後 監獄裡的士兵 因為彼得的士大亂 契律 阿基帕下令四處搜捕彼得 但抓不著 契律就審問那些衛兵 下令處死他們 後來契律離開猶太 到海撒利亞住了一陣子 契律非常老行推羅和西頓的人 這兩成的人便派代表去向契律求和 因為他們都要依賴契律的領土供應糧食 這些代表得到契律的內臣 巴拉斯道的支持 得以進見契律 到了那天 契律穿上黃袍 坐在黃座上 向眾人發表演說 眾人向他熱烈歡呼 高喊 這是神的聲音 不是人的聲音 契律接受了民眾的敬拜 沒有將榮耀歸給上帝 主的一位天使 就立刻用疾病擊打他 讓他被蟲咬死了 在這期間 上帝的道繼續廣傳 又有許多人信了這道 巴拉巴和蘇羅 完成了在耶路撒蘭的使命後 就回來了 並帶著約翰馬可同行